《道德经》 老子 第一章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 明天地之始 有 明万物之母 故常无 欲以观其庙 常有 欲以观其教 此两者 同初而易明 同位之玄 玄之又玄 众庙之门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思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 思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教 高下相清 因生相赫 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烟而不辞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功成而伏居 伏为伏居 是以不去 第三章 不上贴 使民不贵 使民不为道 不愿可遇 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志 虚其心 拾其父 若其智 强其谷 强其谷 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福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 则无不为 第四章 道冲 而用之 或不赢 冤兮似万物之宗 错其锐 解其分 合其光 同其尘 战兮似祸存 无不知谁之子 相帝之仙 第五章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储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储狗 天地之间 其由驼月乎 虚而不屈 动而欲出 多言数穷 不如手中 第六章 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玄聘之门 是为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第七章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 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也 故能成其私 第八章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悟 故积于道 居善地 心善渊 与善人 言善信 正善智 事善能 动善食 浮为不争 故无由 第九章 持而迎之 不如其矣 追而锐之 不可长宝 金玉满堂 莫知能守 富贵而骄 自宜其旧 宫碎身退 天之道 第十章 再迎破暴衣 能无离乎 专气至柔 能应而乎 敌除悬懒 能无慈乎 爱民治国 能无智乎 天门开河 能无慈乎 明白四达 能无为乎 生之敘之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长而不载 是为玄德 第十一章 三十福贡一股 当其无 有车之用 山直以为气 当其无 有气之用 遭护友以为氏 当其无 有氏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甜烈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行防 是以圣人为父 不为牧 故去彼 取此 第十三章 宠乳若惊 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乳若惊 宠为下 得之若惊 失之若惊 是为宠乳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 无所以有大患者 唯无有身 即无无身 无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 若可祭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 若可托天下 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 明曰疑 听之不闻 明曰悉 薄之不得 明曰微 此三者不可治结 故混而为依 其上不脚 其下不昧 绳绳不可明 复归于无物 视为无状之状 无物之相 视为呼谎 迎之不见其手 随之不见其后 执古之道 以玉金之友 能知古史 视为道计 第十五章 古之善为侍者 微妙玄通 身不可食 伏为不可食 故抢为之荣 欲兮若东射川 游兮若未四林 眼兮其若荣 换兮若冰之江世 敦兮其若谱 矿兮其若谷 魂兮其若浊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 孰能安以酒 动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福为不盈 故能必不心成 第十六章 智虚极 守静赌 万物并坐 无以观赋 夫物云云 各父归其根 归根曰静 视为复命 复命曰长 知长曰明 不知长 望作凶 知长荣 荣乃功 功乃王 王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莫申不代 第十七章 太上下之有之 其次亲而欲之 其次慰之 其次武之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忧悉其贵言 功成是岁 百姓皆为我自然 第十八章 大道废 有仁义 智慧出 有大伟 六亲不合 有孝词 国家昏乱 有忠臣 第十九章 绝胜弃智 民力百倍 绝人弃义 民富孝词 绝巧弃力 盗贼无有 此三者 以维闻不足 故令有所属 见素报仆 少思寡欲 第二十章 绝学无忧 为之与恶 相去几何 善之与恶 相去若何 人之所谓 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众人兮兮 如享太劳 如春登台 我独薄兮 其未照 如婴儿之未孩 累累 累累兮 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 而我独若疑 我愚人之心也哉 顿顿兮 俗人昭昭 我独昏昏 俗人茶茶 我独闷闷 但兮其若海 辽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矣 而我独顽似笔 我独益于人 而贵食母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荣 为道是从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忽兮 恍兮 其中有相 恍兮 呼兮 其中有物 咬兮 明兮 其中有经 其经甚真 其中有信 自古即今 其明不去 以悦众府 无何以之众府之状哉 以此 第二十二章 屈则权 网则直 挖则盈 地则心 少则得 多则祸 是以圣人报依为天下事 不自限 顾明 不自事 顾章 不自乏 顾有功 不自今 顾常 夫为不争 顾天下 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 曲则权者 其虚言哉 成权而归之 第二十三章 西言自然 故飘风不中朝 咒语不中日 俗为此者 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 而旷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 同于道 德者 同于德 诗者 同于诗 同于道者 道亦乐得之 同于德者 德亦乐得之 同于诗者 诗亦乐得之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第二十四章 奇者不利 跨者不行 自限者不明 自试者不张 自法者无功 自今者不常 其在道也 约于时坠行 物或物之 故有道者不处 第二十五章 有物浑成 先天地生 既兮辽兮 独立不改 周行而不代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约道 强为之名 约大 大约是 事约远 远约返 故道大 天大 地大 王亦大 狱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众为清根 敬为造军 是以圣人 终日行不离之众 唯有荣观 厌处超然 奈何万圣之主 而以身清天下 清则施本 造则施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计 善言无辖辙 善署不用愁测 善地无关键而不可开 善结无神约而不可解 是以圣人 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 故无弃物 是为习名 故善人者 不善人之师 不善人者 善人之姿 不贵其师 不爱其姿 虽至大迷 是为要妙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 守其雌 为天下兮 为天下兮 常得不离 复归于婴儿 知其白 守其黑 为天下世 为天下世 常得不特 复归于无疾 知其荣 守其辱 为天下兮 为天下兮 常得乃足 复归于普 普散则为弃 圣人用之 则为官长 故大智不割 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 无见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为者拜之 职者施之 故物或行或随 或虚或吹 或强或雷 或错或灰 是以圣人去慎 去奢 去态 第三十章 以道 左人 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 荆棘生烟 大军之后 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金 果而勿乏 果而勿交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勿壮则老 是为不道 不道早已 第三十一章 佛家兵者 不祥之气 物或物之 故有道者不除 君子居则贵左 用兵则贵右 兵者 不祥之气 非君子之气 不得已而用之 田淡为上 胜而不美 而美之者 适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 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士上左 胸士上右 偏将军居左 上将军居右 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众 以哀悲弃之 战胜 以丧礼处之 第三十二章 道长无名 普虽小 天下莫能尘也 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宾 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 而自君 始至有明 明亦既有 夫亦将之旨 之旨 可以不待 辟道 之在天下 由川谷之与江海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 智 自知者 明 圣人者 有力 自圣者 强 知足者 富 强行者 有智 不失其所者 久 死而不亡者 受 第三十四章 大道泛息 其可左右 万物是之 而生 而不辞 功成不明有 依养万物 而不为主 常无欲 可明于小 万物归焉 而不为主 可明为大 以其中不自为大 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五章 知大象 天下网 网而不害 安平泰 岳于耳 过客止 道之出口 但呼其无畏 视之不足见 听之不足闻 用之不足记 第三十六章 将欲西之 必顾张之 将欲弱之 必顾强之 将欲废之 必顾兴之 将欲夺之 必顾允之 将欲夺之 必顾允之 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 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 将自化 化而欲作 无将阵之 以无明之谱 无明之谱 福意 将无欲 不欲以静 天下 将自定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得 视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 视以无德 上德无为 而无以为 下德为之 而有以为 上人为之 而无以为 上义为之 而有以为 上义为之 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 而莫之应 则攘 eventual 谱断 而扔之 故失道 而厚德 师德 而厚人 师人 而厚义 师义 而厚礼 俘理 俘理者 忠信之箔 而乱之首 前使者 道之华 而鱼之始 先使以大丈夫 储其后 不居其膊 储其时 不居其缓 但反而乱之 而适世 故去此取彼 第三十九章 西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神得一以灵 古得一以迎 万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真 其智之 天无以清 将恐裂 地无以宁 将恐吠 神无以灵 将恐歇 古无以迎 将恐结 万物无以生 将恐灭 侯王无以贵高 将恐绝 故贵以见为本 高以下为基 是以侯王自卫 孤 寡 不古 此非以贱为本 也 非乎 故智术 余无余 不欲 陆陆如玉 落落如石 第四十章 第四十章 凡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 勤而行之 中士闻道 若存若亡 下士闻道 大孝之 不孝 不足以为道 故贱言有之 明道若媚 进道若退 疑道若累 上德若骨 大白若辱 广德若不足 贱德若偷 至真若鱼 大方无鱼 大气晚成 大阴牺牲 大象无形 道隐无名 福为道 善待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复因而抱扬 充气已为何 人之所悟 为孤寡 不古 而王公 以为称 故悟 或损之 而易 或易之 而损 人之所教 我易教之 强良者 不得其死 无将以为教父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 无有入无间 无事已知 无为之有益 不言之教 无为之意 天下西极之 第四十四章 明与身 孰亲 身与祸 孰多 德与王 孰孰病 是故 慎爱 必大费 多藏 必厚亡 知足不辱 知止不黛 可以长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 其用不必 大盈若冲 其用不穷 大直若趋 大巧若捉 大便若 造生寒 静生热 清静 为天下正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 却走马已愤 天下无道 荣马 生于骄 或莫大于不知足 旧莫大于欲得 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 知天下 不亏有 见天道 其出迷远 其知迷少 是以圣人 不行而知 不见而明 不为而成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 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无善之 不善者无义善之 得善 信者无信之 不信者无义信之 得信 圣人在天下 息息 为天下 魂其心 圣人皆海之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生之徒 始有三 死之徒 始有三 人之生 动之死地 亦始有三 福和故 以其生生之后 盖文善舍生者 路行不遇似虎 入君 不被假兵 似无所投其脚 虎无所措其找 兵无所容其刃 福和故 以其无死地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事成之 是以万物 莫不尊道 而贵德 道之尊 得之贵 福莫之命 而常自然 故 道生之 得序之 长之 欲之 停之 读之 养之 富之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长而不载 是为 玄德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 以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 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 富守其母 莫身不待 射其对 闭其门 终身不勤 开其对 祭其事 终身不救 剑小 约明 手柔 约强 用其光 富归其名 无疑身央 事为 习长 第五十三章 使我戒然有之 行于大道 为师是位 大道甚夷 而民好敬 朝甚除 田甚无 苍甚虚 福文彩 带利剑 燕饮食 财获有余 是为道夸 非道也哉 第五十四章 善见者不拔 善报者不拖 子孙以祭祀不措 修之于身 其得乃真 修之于家 其得乃于 修之于乡 其得乃长 修之于国 其得乃风 修之于天下 其得乃谱 故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 以国观国 以天下观天下 无何以知天下之燃灾 以此 第五十五章 知常约明 一声约祥 心使气约强 物壮则老 是为不道 不道早已 第五十六章 智者不言 言者不智 色其对 闭其门 错其锐 解其分 合其光 同其尘 是为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书 不可得而立 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贵 不可得而见 故为天下贵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 以旗用兵 以无事 取天下 无何以知其燃灾 以此 天下多忌讳 而民迷贫 民多利器 国家资荤 人多技巧 其物资起 法令资章 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耗敬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负 我无欲而民自谱 第五十八章 其正闷闷 其民纯纯 其正茶茶 其民缺缺 或兮福之所以 福兮 或之所福 熟知其疾 其无正 正父为姬 善父为妖 人之谜 其日故久 是以圣人 方而不割 莲而不贵 直而不似 光而不要 第五十九章 智人是天 莫若瑟 福为瑟 是为早福 早福 为之重积德 重积德 则无不克 无不克 则莫知其疾 莫知其疾 可以有国 有国之母 可以长久 是为身根故底 长生久世之道 第六十章 智大国 若烹小仙 以道立天下 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 圣人 亦不伤人 福两不相伤 故得交归言 第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 天下之交 天下之聘 聘常以敬圣母 以敬为下 故大国 以下小国 则取小国 小国以下大国 则取大国 故祸下已取 祸下而取 大国不过 欲奸续人 小国不过 欲入世人 夫两者 各得其所欲 大者 亦为下 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傲 善人之宝 不善人之所宝 美言可以示 遵行 可以佳人 人之不善 何弃之友 故立天子 至三公 虽有拱臂 以先四马 不如坐尽此道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 不曰 求以德 有罪以免耶 故为天下贵 第六十三章 唯无为 事无事 畏无畏 大小多少 抱怨已得 徒难于其义 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 必作于义 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 是以圣人 忠不为大 故能成其大 夫轻诺 必寡信 多义 而必多难 是以圣人 由难之 故中无难以 第六十四章 其安亦持 其未诏 亦谋 其翠亦盼 其威亦散 唯之于未有 智之于未乱 何报之目 生于豪末 九层之台 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为者拜之 执者施之 是以圣人 无为 故无拜 无执 故无师 民之从事 常于基成 而拜之 甚中如始 则无拜事 是以圣人 欲不欲 不贵 难得之祸 学不学 负众人之所过 以辅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为 第六十五章 故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将以余之 民之难治 以其治多 故以治治国 国之贼 不以治治国 国之福 知此两者 亦基事 常之基事 是为玄德 玄德 身以 缘以 与物凡以 然后 乃至大顺 第六十六章 江海 所以能为 白骨之王者 以其 善下之 故能为 白骨之王 是以 遇上民 必以 言下之 遇先民 必以 身后之 是以 圣人 储上 而民 不重 储前 而民 不害 是以 天下 乐推 而不厌 以其 不争 故天下 莫能 与之争 第六十七章 天下 皆为 我道大 似不消 福为大 故似不消 若消 久以 其戏也 福 我有三宝 持而保之 一约 慈 二约 简 三约 不敢为 天下先 慈 故能 勇 简 故能 广 不敢为 天下先 故能 成 气 长 今 舍慈 且勇 舍 且广 舍 厚 且先 死 以 福 以战则圣 以守则固 天将救之 以此为之 第六十八章 善为逝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圣敌者不予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为不争之德 是为用人之力 是为佩天之吉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 吾不敢为主 而为客 不敢进寸 而退尺 是为行无行 攘无弊 扔无敌 执无兵 祸莫大于轻敌 轻敌 击丧无宝 故抗兵相加 哀者胜矣 第七十章 无言 甚一知 甚一行 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 言有宗 事有君 福为无知 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息 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 批赫怀育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 上 不知 知 病 福为病病 是以不病 圣人不病 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微 则大微智 无暇其所居 无厌其所生 福为不厌 是以不厌 是以圣人 自知 不自现 自爱 不自贵 故去比 取此 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 则杀 勇于不敢 则活 此两者 获利 获害 天知所悟 熟知 其故 是以圣人 由难知 天知道 不争而善胜 不言而善应 不照而自来 缠然而善谋 天网灰灰 疏而不失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若使民常畏死 而为其者 无得职而杀之 赎感 常有厮杀者杀 福代厮杀者杀 是为代大将拙 福代大将拙者 稀有不伤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鸡 以其上十岁之多 是以鸡 民之难治 以其上之有为 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 以其上求生之后 是以轻死 福为无以生为者 是贤于贵生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 其死也坚强 万物草木之生 也柔脆 其死也枯稿 故坚强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冰强则不胜 木强则冰 强大处下 柔弱处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 其由张公于 高者易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 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 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 是以圣人 唯而不适 功成而不处 其不欲献贤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功坚强者 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益之 弱之胜强 柔之胜刚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 是以圣人云 受国之构 是为社稷主 受国不祥 是为天下王 正言若返 第七十九章 何大愿 必有余愿 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 直左器 而不择于人 有德思器 无德思彻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 使有十百之器 而不用 使民重死 而不冤喜 虽有四十八章 虽有周瑜 无所成之 虽有假兵 无所沉之 使人 富节省而用之 甘其食 美其福 安其居 乐其俗 灵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民智老死 不相往来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 辩者不善 智者不博 国者不智 圣人不羁 既与为人 己欲有 既与为人 己欲多 天之道 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